歡迎收看一週軍事雜談 歡迎邱士忻 邱老師 邱老師上週幫我們講解解解放軍演習 也像是一種戰績競賽 然後講了創新的概念 本週我們要把視角重新移到太平洋的另一端 老師要幫我們來解釋 幫我們講解美國剛剛進行的空軍的演習 所以內容很豐富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先從伊朗開始說起 先考你一下伊朗總統叫什麼 我又忘記 你說這位在直升機事故之後 然後繼任的新總統的名字實在非常難記 沒有啦這開個玩笑 因為老師剛剛就說這個名字很難記 對 佩澤西齊陽 OK 好 因為他是波斯文的名字 所以現在到底這個伊以戰爭 到底是要打還是不要打 從我的角度當然不一定是準 但我的預測就是不會打 怎麼說 這目前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因為佩澤西齊陽他是 原本前總統內閣裡面 就比較溫和派 那他的一貫的政治主張 就是跟西方和解 爭取 爭取讓美國解除 對伊朗的制裁 伊朗專心發展經濟 然後讓伊朗的綜合國力可以增加 他一貫的主張就是這樣 所以當他上台了以後 其實馬上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革命衛隊本身當然他受到和美內衣 就是最高精神領袖的指揮跟影響 那這個是伊朗總統沒有辦法干涉 但是開不開戰這件事情 和美內衣也不是自己說了就算 對那革命衛隊當然可以聽他的指揮 那問題是開戰以後 畢竟戰爭這樣的事情對整個伊朗的影響都很大 再加上 那如果我們冷靜下來回過頭來看 伊朗為什麼會想要 為什麼會想要跟以色列這一波會有可能爆發衝突 無非就是哈馬斯的領導人在 在伊朗的境內遇刺對不對 那伊朗在很快的第一時間就公佈了 伊朗自己本身伊朗人配合 執行這次暗殺任務的一些人 這些人不是以色列人 這些人都是伊朗的人 那你伊朗的人配合 不管就是以色列否認 所以當你沒辦法證明以色列動手的情況底下 那現在你有確定的資料 其實如果說哈馬斯的首領是在伊朗 遇刺這件事情要承擔責任的話 伊朗你要負一半的責任 為什麼因為如果沒有你們境內的這些伊朗人 以色列是沒有辦法成功的 那當你想清楚了這一點之後 那你如何因為要報復以色列來暗殺哈馬斯的領導 而發動一場戰爭 所以你會馬上就發現說 因為立場立場弄清楚了以後 這場我們外界可能預期即將會爆發的大戰 溫度馬上會降一半 再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陸陸續續在媒體上面也流傳了很多很奇怪的故事 比如說我還看到有一家媒體說 哈尼亞就是住宿的就是哈馬斯的領袖住宿的那個飯店 在兩個月前就被安裝炸彈 拜託兩個月前伊朗總統可能都還沒死 你怎麼會知道哈尼亞要來參加他的葬禮呢 那其實這裡面最可怕的事情是如果好我們假設啦 我們用陰謀論我們把假設這個記者講的 兩個月前就已經安排好 那是不是伊朗的前面的總統的死亡就是已經是被確定的 你如果把它串起來以後你會發現這好我們假定 這些消息都是真的 那你會得到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圖景 在伊朗里在伊朗最主戰的 就是伊朗最強硬的總統直升機時事掛了 那直升機時事掛了 在伊朗跟哈馬斯的交警 哈馬斯的首領一定會來 那也把哈馬斯的首領處理掉 這樣子整個一段操作下以後會得到一個結果 伊朗國內的強硬派的聲音就沒了 那假使啊就我們現在說的都是假使 我們現在說的是小說的故事 並不是我們有任何證據 假使這個推論是可以成立的話 那就是伊朗國內是不是有人想要利用一連串的事件 把伊朗裡面對以色列最強硬的跟對西方最強硬的一些勢力給壓制掉 可是伊朗如果伊朗如果就是內部有這樣子的這樣子的可能應該說是鬥爭存在 可是以色列會就此善罷感求嗎 以色列感覺起來也有很多人想要在國內挑起這種戰爭 那搞不好他們兩邊是說好的啊 他們有共同的利益啊 以色列不一定 以色列跟伊朗 或以色列跟伊朗 其實沒有誰必須要消滅誰的問題 表面上看起來是很多的立場 但是其實他們相隔那麼遠 他們並沒有誰消滅誰的問題 我剛剛講的那個推論是 根據目前就很多 很多在外面流傳的傳言 但是這些傳聞都是個別的 可是如果一旦我們把這些個別的傳聞 串成一串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就會發現一條很隱密很隱密的路線 而這條很隱密很隱密的路線 並不是不可能發生 而是大家不願意去往這個方面去思考 或往這個方向去想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說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點 就是雙方小打小鬧一定會有 但是伊朗跟以色列直接發生戰爭 國家戰爭之間等級 從我認為是機率非常的小 OK 好 好 再來是電訊報報道了 皇家空軍要建立一個衛星站 衛星站台 這裡面應該包含地面站跟太空中的 這個盧莽的中國跟俄羅斯 在太空當中的勾盪 對 就是我們講 目前太空競賽其實跟英國沒啥事 然後他現在冒出來說 我們現在發現中國跟俄羅斯的衛星 可能有魯莽的 魯莽的 會怕他們會有魯莽的操作 或魯莽的行動 什麼叫魯莽操作魯莽的行動 就是英國可能有投資星鏈 或者是英國可能會投資 可能未來會有自己的一套 偵查衛星或衛星星座 那可能怕說他們自己的 這些太空財產在太空中 被不小心撞壞了 或被接近 那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要監控的話 中國應該要很緊張吧 因為之前新聞不是有 有中國有宣布 他們的天宮 甚至都被馬斯克星鏈的小衛星接近過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其實 我不懂 就是第一個不懂 之前英國 英國包括皇家海軍 然後很多船都養不起了 取消很多造舰計畫 所以現在英國空軍是可以建衛星站 那再來就算給你建起衛星站 去track 然後你又能怎麼樣 這個 所以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點 你是有噗哧笑出來嗎 我覺得 好吧就 就真的要監控也輪不到 你英國人來幹這種事 因為 目前英國並沒有 並沒有在天空的天空霸業裡面 英國跟法國人到底誰是 誰比較強誰比較不強 他們兩個還要去炒很久 那 基本上在太空競賽裡面的第一梯隊 都沒有 歐洲國家的分 中美俄吧 對 都沒有歐洲國家的分 但是你現在突然跳出來 我覺得 應該是背後會有一些開始會有 歐洲開始會有一些炒作 而英國這個只是 就是先放出來 而且我也不相信這個衛星站真的會見 航母你都養不起 你現在告訴我說 你現在要投資參加太空競賽 所以你要把這衛星到太空中去 好好盯著中國跟美國的 那你盯著又能怎麼樣呢 那你 如果今天有發現 哇靠要撞到了 那你也不能怎麼樣 所以要幹嘛 所以我看到這個 對啦 就是一整個 你知道在邏輯上面很難搭得上 好 這背後可能 該不會英國也有什麼 什麼衛星國家隊 衛星戰國家隊 我覺得 反中國家隊 我覺得他可能 比較可能的是 就是轉移注意力 就是 但大家都一直在罵英國海軍嘛 那現在英國空軍出來擋一下 這樣 OK好 這是 福建艦 福建艦的 就被拍到他們在準備 下次海事的照片 那我們之前看到福建艦的測試 大部分都是動力 或者是 海上航行上面的一些基本的 那現在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全尺寸的模型 甚至是真的 放上去 我都不會覺得很意外 你說這是上面的艦載機嗎 對這個大概就是 未來 編定的艦載機 我們可以看空警600 殲35 殲15 B 然後這是教練10 我們露了10 跟他說抱歉 教練10J 那這個大概就是 預定會 就是會在福建艦上面服役 那你現在必須要把這些 全尺 不管是全尺寸還是真實 因為照片我們沒辦法判斷 把飛機擺到航母上面 然後出海去海事 並不是真的要進行彈射 因為彈射是更後面的階段 可是 因為你在航母上面 航母就日常的微運作業 比如說會有拖車 然後 升降甲板 對升降甲板 這些飛機要進機庫 而且還要量說 同時 如果 甲板滿載 跟甲板二分之一 甲板 日常待命 那 飛機擺放的位置 跟原本設計計算 跟操作動線是不是相符合 這個很重要 這個甚至比彈射還重要 教練 教練機在航母上面是負擔什麼任務 就是訓練嗎 教練機這個是 就是一般的教練機 就是雅克三姐妹其中的一架 就是 它是很漂亮的教練機 但是因為 一般的教練機起落架是 沒有辦法承擔在航母上面起降 那 因為你如果訓練航母的飛行員 都拿殲-15或是殲-35 車門太高 車門又太高 風險太大 但是 因為教練時是一個 非常好的 現代高教機 因為它有一整 這個飛機的特點是它有一整套 可模擬的軟體控制的 那個 飛行特性 什麼叫可模擬軟體控制 就是 它的很多的飛行的意面 是可以透過軟體去模擬 模擬成 比如說我現在要模擬 殲-15的操縱特性 所以雖然你 飛的不是殲-15 可是它的操縱特性 比如說 在下降的時候會很沉 然後 你的下 你的飛機 你的飛機的 呃 可能上仰角會是多少 都 它可以透過軟體設定去改變 它的飛行意面 讓 這架飛機操作起來 就跟你未來真的去飛殲-15的時候的感覺 一模一樣 這是這種教練機很厲害的 嗯 那 你用這種教練機去訓練航母飛行員 總比 你 你要用 對啊 油錢就差很多 所以 這個教練機上艦 可是我們很 美軍其實之前也 曾經有一段時間也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熊貓畢竟都很貴 那大部分都是在 在陸地上 比較少看教練機上艦 那 在一個航母戰鬥群成型的過程 那你又要在 很快的時間大量培養 艦載機飛行員的時候 像這種教練10J上艦 就是 必然要去做 因為這個會加快速度 你不用把 飛行員 艦載機飛行員的速度 訓練的階段 拆成兩個階段 它可以在 航行任務裡面 就可以去 不斷的用 教練機去訓練 而且可以節省有料 所以老師你看到 覺得這個照片曝光之後 福建艦下一次的海事又快了嗎 對 應該快 因為 因為他們也很趕 其實最主要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福建艦的 交艦的騎乘 正在往前快速滾動 但正常來講 一個專案它都是有一定的 時程是沒有辦法 隨便更改 可是看得出來 因為它時程不能更改 可是它盡量把原本 可能中間的時間再壓縮 為什麼要那麼趕 想要快一點形成戰鬥力 我覺得 就是目前 目前由 由陸向海的這個壓力 越來越大 因為這個跟我們等一下的那個 主題有相關 OK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我們在講關於電戰這個 你又中共同路人了耶 你看你又在那邊盯著CCTV13套 你現在是有什麼 因為知己知彼 你不能 你不能連對方現在發展到什麼程度 你都假裝不知道 然後所以你就會拍出那一堆 在草叢裡面忽然站起來的 的鴕鳥 曹董沒有找你去當 臨日攻擊的軍事顧問 你現在是耿耿於懷嗎 因為你必須要知道對方的發展 你才知道我們 我們現在還需要補強什麼東西 但我一直強調 我覺得如果有長期看我們節目 一定知道 我一直強調 解放軍在電子戰的這個領域的發展 非常非常的可怕 而且超乎大家的想像 那 對啦 就 就也許很多人不願意去相信這個事情 那你就會直接就講說 你又是 講這一些來恐嚇我們自己本身 就打擊我們的士氣 就我沒有要打擊士氣 我用這種方式 是要鼓勵中科院要加油一點 對 為什麼在武裝直升機上面 也要配這個吊艙 這個吊艙是 電戰吊艙 也是電戰吊艙 它是電戰吊艙 就是我們很少看到 武裝直升機 連武裝直升機都掛電 電戰吊艙這種傷心病狂的事情 為什麼啊 為什麼武裝直升機還要配 因為它還是可以擔任壓制的作用 但我們在想像中不是 這應該是電戰機 電戰機可能就是取得空優之後 武裝直升機才會出動 那為什麼武裝直升機還要再做一次壓制的行動 我們要想一下 就要理解這個 我們要想一下武裝直升機的場景 武裝直升機在一個渡海攻擊作戰的情況底下 它除了就是它在空中掩護 掩護可能登陸部隊前進 登陸部隊在前進的時候 武裝直升機可能就在附近 那未來的場景可能會有五人機的攻擊 可能會有反炮兵的雷達 我們會遇到非常非常多來自平埔上面的爭奪 那地面部隊如果沒有辦法提供給它一定的平埔保護的話 地面渡海的部隊 它從離開登陸艦 一直到靠岸的這段過程 它是非常脆弱的 而這段過程你又不能一直依賴像殲16D這種電戰機長期 因為也許它那個時候還有更重要的任務 而且它不一定能夠伴隨著登陸的部隊一直前進 這個時候最好的空中電戰載台是什麼 就是武裝直升機 因為武裝直升機它本來一定會離 它一定就在登陸部隊的一定的範圍之內 它就可以在這個登陸部隊的周邊可以張開一個電戰的保護站 這個電戰夾艙不一定只是為了保護武裝直升機 它最主要是要保護底下的跨海登陸的部隊 那一旦大家想像 一旦我們的雷達就無法鎖定這些在海上朝著我們的陸地 緩緩前進的登陸船艦的時候 登陸艦隊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打它 你只能靠牧師或你只能靠其他的方式 再來是如果我方在暗基的這些部隊 所有通信都被干擾的情況底下 那你原本的聯合作戰就被打散成各自為戰 那你如何去進行一個反登陸的對抗 那這個就是像這種武裝直升機 掛這種電戰夾艙很重要很重要的用 解放軍好像真的對電戰情有獨鍾 他們到了一個非常熱衷的地步 到很偏執 美軍都沒有這麼偏執 美軍不一樣 美軍都覺得自己 我會用到武裝直升機的時候 我的天空已經是我的 天空已經是我的 不需要電戰 怕去掛電戰 這是太羞辱 羞辱美國空軍 美國空軍幹什麼吃的 還需要美國陸軍去掛電戰設備 那個擺出來美國空軍都不允許 因為這種事情 在我們美國空軍的壓制底下 地面上應該是沒有任何可以發出去 那到底具體可以壓制什麼 理論上來說 如果真的需要用到這種 武裝直升機密接支援的 登陸作戰的時候 好像主要的這種 這種防空的雷達什麼 應該都已經會被摧毀了 但是你在那個時候 可能主要的被摧毀 那油洞的機動就沒有開機了 忽然在這時候開機了 OK 對 因為你可能第一波 那因為按照我們國家自己的想定 就是我們的機動雷達車 第一波都是躲起來的 對 是躲起來 因為戰力保存嘛 就是反正像 陽明山的那種大的 那沒辦法躲 那就讓你打 可是我的機動雷達車 我在第一時間可能在隧道裡面 在坑道裡面 等你炸完的時候我再拉出來 那你沒有開機 其實根本不會知道說 你還有多少套 可是那一旦你開機了 你的雷達一開機 這裡馬上就是 就跟那個汽車防盜器一樣 就會直接開始想 所以這個最主要還是為了 在局部得到電子戰壓制能力 OK 好 一週主題 然後再幫我們介紹這個 Bamboo Eagle 對 竹音 對 竹音演習 美國的竹音演習 他們 就是我們看美國 五角大廈在取很多 跟中國相關的代號的時候 就很想要有帶點 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 但是又實在是搞不太清楚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所以他們把兩個湊在一起 這就是近年來美國空軍一直不斷 對美國空軍來說是他們年度很重要 很重要的活動 應該是這樣說 他就直接寫說這是China focus 就是直接是針對中國的影響 他就是針對中國的影響 這不是針對其他的國家 也沒有其他國家值得美國空軍 動用這麼多的資源 然後美國的智庫全程參加 去分析這樣的 這麼重要的對抗 美軍還有什麼可以改進的 江土就非常有意思 這兩個要掛 要採這麼大的附油箱 在兩個這麼大的附油箱 代表說他一定要飛很遠的航程 很遠 所以這在美國的 美國的 美國空軍過往 在他們很多的戰略構想裡面 因為都治安戰爭嘛 就沒有在太平洋 這麼廣毛的海域上面 去跟一支實力與你相當的空軍 進行大規模空戰的 的可能 沒有人想過這個 那你最起碼還有就是 好啦真的是要在太平洋上面去做 做空中機動的話 你至少地面上還有海島 但這個演習禁止使用海島補給 因為他要模擬你的底下島全被找 意想沖繩跟關島都不保險就對了 對 在假設裡面就是假設美軍沒有沖繩基地 也沒有關島基地了 那你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如何在太平洋上空跟解放軍對抗 那想定是這樣的想定 所以在這樣子的 那還要 可能還要假設說連航母都不保險 但是航母也可能退縮了 那航母是美國海軍的事情 但是他現在要面對的就是 那你在太平洋上空 你必須要組織一場 就是 就是 解擊 然後 除了解擊跟反應 對解放軍 空軍跟海軍 飛機的反應應對之外 還必須要在這個過程裡面進行反擊 它是一整套的 那在這個反擊的過程裡面 你總是會發現很多不足之處 那這個規模非常非常的棒 大家分好幾天 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第一天 而且他相關的訊息他是直接就 全程就宣布 他就是故意給解放軍看的 那 你光第一天 第一天就出動了 17架空中加油機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規模 那他也很明白告訴你 我的戰場就是在太平洋上 17架空中加油機 對 這應該放眼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 有這樣子的 空中加油的規模 目前沒有 而且 17架空中加油機 必須要幫所有也參與演習的個型飛機加油 因為你不是只有一種飛機 你從轟炸機到電戰機到攻擊機到空優戰機 所有的美國可以出動的飛機都出動了 那這17架就是要在太平洋上空當那個巡迴加油車 而且他每個區域 就是每個作戰區每個作戰區分隔的 那你這個作戰區的奶媽在哪裡你要去 而且這個光是訓練這個讓空中加油機知道如何繞他自己守備的區域 這個你沒有讓他實際上飛過臨時叫他去飛 很容易去出出現很大的問題 其中只要有一架加油機不在應該在的位置 那在海上的飛機斷油那就很麻煩 所以第一天其實第一天最主要的科目都是 就是空中加油的演練 你個型飛機的空中加油演練 為什麼因為你如果這個都不會 後面對抗的部分就可以不用演練 你連飛都飛不到戰場 你飛都飛不到太平洋深處 所以第一天的第一天出動非常多 然後還就整個我們可以看 其實這個演習的預畫是何邏輯的 就是在整個空域進駐最高的空中指揮管制 就是用一架E-3來做指揮管制 然後E-3必須要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你先好好控制這17架 掉了任何一架 或是有一架找不到位置 那後面戰鬥機飛行員都會很麻煩 所以是一架E-3帶著17架空中加油機 就開始往太平洋衝 這是一個空中塔台的概念 對它就是一個空中作戰指揮中心 就是由這架E-3帶 E-3帶著這17架就開始往太平洋衝 很壯觀 但是這是演習第一天 因為這個你沒有 你這個沒有搞好後面 這個演習想定就真的是一個 要跨越太平洋的空中遠征軍的概念 對就是在太平洋決勝負 這個策略應該是這樣 前段策略是想辦法把解放軍的空中力量 一直往太平洋深處拉 他的設想前提 這裡面有一個大問題 如果解放軍他就守著第一島鏈 不往前前出的話 那你這些計劃怎麼辦 對不對 這個計劃 這個美國空軍的戰略計劃的前提是 解放軍的空軍海軍離開第一島鏈 深入到太平洋的深處 然後美國空軍 美國空軍的龐大的反制機隊在 在太平洋深處跟解放軍空軍決戰 萬一解放軍不出來呢 這年頭還有這種大決戰的思維嗎 設定還是這樣設定 這是很多套劇本 其實美國空軍有很多套劇本 但是竹音是其中的一套 但你總是要練 因為你不這樣練 萬一真的發生這種場景的時候 你有這個劇本 但是演員會沒辦法配合 所以這是第一天 第一天演練的就是 就是你加油機要先就定位 OK 那第二天就開始 這是因為動靜太大 所以很多民航監測的網站 都有監測到那一天非常誇張的 因為他們會 Right now to the tanker party 就說這是加油機的派對 對啊 因為美國空軍可以調動的加油機 幾乎全部都集中 然後光是讓這些加油機飛行員乖乖 按照編隊飛機 其實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然後再來 因為加油機在集結 開始往太平洋飛的時候 各地的美國空軍基地的戰績 就要準備起飛 那這次演習幾乎出動的美國空軍手上 所有可以動用的機 數量不一定規模問題 但是所有的機型都必須要配合 因為有一些相關指標要驗證 比如這一張就是F-35 最後 飛行之前先把油灌保 為什麼 因為他要飛一段距離 才可以跟加油機 會合 所以這次演習的主題就是長途奔襲 就是長途 而且長途的指揮管制 這很重要 OK 然後再來是因為 因為有些飛機滯空時間要好幾個小時 有些飛行員他還是要 生理上面要配合 不然你連廁所如何使用 可能都不是很容易理解 那比較特別的點 就是在這個演習裡面發現了 就過往像這種長 F-16 對 這種美國空軍的演習 這種長航程的演習 很少看到F-16 因為F-16短腿 所以通常在演習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自動 F-16的機隊是不會負擔任務 因為本身的任務就不適合是長途奔襲 但這次的演習裡面有看到 不少F-16的機隊配合 那這個當然就是因為 在我們這邊的場景 可能會有這樣的場景 過往像這種演習 都是F-15單缸 那現在F-15的比重越來越少 就是F-35的比重越來越高 但是以美國空軍目前的 爭奪空優的地位 當然還是下一張的老大 下一張老大 所以這有沒有可能是一種想像 就是美國的空中加油機 也許還要幫台灣這邊保存 戰力的F-16加油 那我們F-16有空中加油口嗎 我不確定 我要去查一下 不要我們的F-16沒有 可是如果你假設真的是說 在太平洋上面的島嶼 大多都不能利用 然後甚至暫時排除旁邊 應該有空中加油口 就我們的F-16應該有空中加油口 但是 有啊應該有 因為我們現在空軍也說 要買空中加油機 因為我們的空中加油 因為我們F-16都是直接從美國飛過來 所以中間有歷進空中加油 所以應該都有 那 我們買空中加油機 大概就是為了配合 就是竹鷹這樣的推演 為什麼 因為 如果萬一台海發生衝突了 那我們的F-16在東側的過程 不是飛到加山 而是往太平洋的深處飛 那這時候美國的機隊跟空中加油機 在某個地方等待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為我們的 飛行員提供一定的 所以會有這種想像在嗎 或是這樣子的意味在嗎 有可能 但是因為演習嘛 總是要為可能發生的事情 先預先做準備 那因為美軍如果空中加油 那我們空軍如果自己本身 也有空中加油機 先飛上去呢 那可能大家的想像 反正飛機你還是要落地 但是對空優的爭奪來說 你在空中多待兩個小時 可能就對結果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他可能就是要爭取那兩個小時的時間 現在噴射戰鬥機的年代 還有像過去 像過去比如說二戰時期 然後你的飛機能夠在空中多待 然後你能夠飛到比較高的地方去等待 能量啊 還很重要嗎 很重要 噴射戰鬥機的年代還很重要 空戰就是跟能量有相關 你飛得越高 然後你在空中待得越久 對方 就以意代勞 因為對方 如果你可以很清楚對方所在的位置 而且你處在一個比較高的高度 你的反應總是會比對方好 你可以在對方還沒有辦法爭取到 比較好的站位的時候 你的雷達先偵測到 那你就有比較好的 飛彈發射的機會 還是很重要 所以現在想說 噴射戰鬥機的年代 不是有什麼視距外 然後呢精準導引的這種 即便視距外 空射飛彈什麼的 即便視距外高度 站位還是很重要 比如說 因為解放軍一定是從西向東 所以你的站位如果卡在可能南面 所以他在出來的時候 解放軍是看到這邊 可是你是看到解放軍的側面 所以你的飛彈可以打他的側面 那這個問題是從我們這邊要繞到南面去 你沒有一定的油料是不行的 然後你沒有爬到一定的高度 你也沒辦法發揮這樣的優勢 所以這個都是相對的 也就是 空戰不是只是對頭而已 它是一個動態分布 而這個動態分布 萬變不離其中 就是具備更高的能量的一方 比較容易贏得空戰的勝利 簡單來講還是從高往下俯衷攻擊 因為你的能量比較高 你有比較多的剩餘能量可以激動 你想想看 你今天是一輛摩托車 你現在爬坡 你是一個正在爬坡的摩托車 另外你的對手 你的對手是從山坡上面往下走 那你覺得誰移動的速度會比較 反應會比較靈敏 我總說如果 因為你在比較高空的話 那你的3D的縱深就很大 對 如果你要轉向或是你要回旋 你都還有 你都還可以失去一些高度 去做這些激動 因為你有足夠的能量差 去讓你做多餘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就在比較低的位置 那你就等於是 你光爬 你就像是在2D的 2D的這個平面上面 在那邊左右移動而已 因為人家看你是2D 因為你在比較高的位置 低的看高的是3D 高的看低就變2D了 而且你具備有能量激動 你有比別人多的能量更激動 所以很多飛 就空戰的指揮動 除非你是為了躲雷達 就是我們會用超低空躲雷達 但是超低空不能空戰的 為什麼因為 你就被人家壓著打 因為你的雷達要往上看 人家在你一定的角度的時候 你就算雷達看到 可是你有翅膀 你的飛彈在這邊 那你的飛彈 總不能打穿你的翅膀 對 因為你得要有一定的射角 大家可能 不是很清楚 以為 飛機掛了飛彈 按了以後飛彈射出去 他就可以四處找 沒有 他必須要依 那個射角 其實並不會很 他是一個角 一個圓錐狀 你必須要讓敵機落陸 在這個圓錐狀裡面 你的飛彈才能夠打得到 那我們看到二戰那種螺旋槳 戰鬥機的空戰 那很多時候 如果在前面的戰機 他會貼海面飛行 他是 那我看書上面寫是說 因為後面的飛機 不能一直持續 把他的機頭朝著海面 所以他要嘛就是 他得慢慢飛下來 因為他就是 那個實在就是 因為他必須要 對 是慣性的嘛 所以他就是如果機頭 他往下墜的話 他還是得拉 那他就會 你就會有一點喘息的空間 那可是現在 現代的 這個空射的飛彈 離開機體之後 就沒有這個問題對不對 對啊 因為他就是應該 在一直在 你高的位置去壓制你 因為他沒有什麼機頭 必須要上下的問題 而且現在還有很多 A色V島的 鬼東西 就是 追你的 追你的 只是 追你的飛機 只是為了提供你的位置 給另外一架 要打你的飛 所以現在 現在的噴射戰鬥機 這個年代 貼海面飛 對空戰來說 是沒有幫助的 真的 真的 不太有意義 就是除非你是 就為什麼 你想想看 你好不容易 你從 比如說你從9000英尺 這麼高 然後 你們兩個殘斗 一直到了500英尺 這個海平面 你們兩個 如果在 這個高度 你們誰都 不能對付了誰的時候 這時候你們要怎麼辦 你一定是分散 然後 繼續爬高 再玩一次 從9000英尺下來打 那這時候會有差別 就是你的飛機的 爬升能力 如果比你的對手好 你是不是會 對手爬到6000的時候 你已經爬到9000了 所以但對手還在爬的時候 你掉頭再來一輪 對手是不是就被你處理掉 因為你佔有能量優勢 現在空戰會從高打到低 其實就是在拚 後面的爬升能力 大概也只有這樣子而已 不然那個超市距 就是打VVR 還纏鬥到海平面 根本沒這種事 就是你還在6000的時候 人家 100公里外飛彈 就射第一波過來了 可是如果我的飛機 爬升能力比你好 我就會往下躲 你要來追我的時候 那我就把你 如果能把你引下的話 我再比你 這就是第一波打VVR的 就是超市距空戰第一波 很遠的時候是 因為你為了躲 有的人可能會 犧牲高度往下 對不對 可是 在100公里外丟飛彈 打你的飛機 它還在9000尺 那它就看著你 沒關係你都繼續跑 可是它在你躲的時候 它是不是一直不斷 持續在接近你 等到你的技術很好 你成功躲過第一波遠程飛彈的時候 那時候你的高度 比如說你已經掉到1000了 可是你的對手還在9000 這時候你在拉起來的時候 它本來就佔有能量高度 這時候你們兩個已經接近到可以 纏鬥了 就是你已經短程用格鬥彈 這個時候你要拉起來的時候 你損失的動能 就很像我們 速度會變慢 我們騎摩托車在爬坡 而人家在坡上面 它就很好 就是你真的要格鬥 它也比你再有優勢 這就是現在超市劇空戰的一個基本的 所以我們不能像螺旋槳的時代往下躲 那往哪來躲 所以你這時候感知能力很重要 第一個是你知不知道對方在哪裡 如果完全不知道對方在哪裡 如果比如說尖20摸到你的後面 那你也不用躲 為什麼你根本看不到他 那你如果對方跟你一樣是同樣的 就是你的雷達可以發現對方 對方可以發現 這時候就比相互站位 就是你的雷達一定知道對方的高度 所以你沒事你不要往底下跑 如果你自己本身高度比他高 那你就保持你的高度 然後開始去找合適的 所以我們站管在引導飛機的時候 第一就是你高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你沒事不要叫飛機貼著海面飛機 因為接下來你可以做的選項就變少很多 OK OK 好再來F22 那主力還是F20 不能不說啦 就是F22除了腦袋不好一點 除它的電站 對 因為它的那個飛行處理器的 這已經沒辦法升級了 它就 它的飛行處理器的運算效能 可能比不上我們手上的一台手機 那所以它沒有辦法在 沒有辦法 就是我們近代的新的 可能五代機裡面很多 很多飛控的東西 很多電站的東西 很多更先進的 軟體它可能沒辦法使用 那其他的它飛行特性跟 隱身能力還是很好的 所以它還是目前美國空軍的王牌 只是它飛一趟回來要照顧的 功夫滿很花工 因為它 包括它的塗料嗎 它的塗料 因為幾乎飛一趟回來要補 就是要有很多東西都要重新弄過 不管有沒有 所以它飛一趟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不好處理 那最後 就是這個演習的最後 其實就是B52跟B1B 等等 我印象中 我不知道我收集資料有沒有錯 就是我在這次主音裡面 沒有看到B2 嗯 為什麼 我不曉得 就是理論上應該要有B2 那 但是在這個演習裡面 我好像還沒有看到B2 也許有 我可能都 或是美國 美國空軍它沒有特別公開B2的 但是 就我的部分 就是它的主要演練的主軸 還是B52跟B1B的長途奔襲 方向還是南海的方向 OK 好 今天非常謝謝邱老師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Bamboo Eagle 這個主音演習啊 那小弟我這個 好不好 這個門外喊這個小白 你跟老師請教很多空戰的技巧 等等 但是 就 一樣 當然 未來我們在太平洋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是 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的對抗 會不斷不斷的越來越強烈 不管這次選舉以後誰當家 因為軍方就是 鬥性起來了以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竹鷹的演習的內容 每年每年都在做調整 如果前幾年有追蹤 竹鷹演習的演習內容 到今年看到 欸這是8月 就 就前幾天 老師之前 之前有介紹過一個是 大型運輸機 也在設想說這個島嶼都不能用 對 必須要長途去 那應該是去年的科目內容 今年的科目內容又 就又不一樣 他其實每年不斷在完散 就是 在 去年發現的問題 今年就會拿出來總結 所以這個是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空軍的企圖 他希望在太平洋的這個方向 不要落後於解放軍 而我們也 我們也認為說 解放軍未來在一段時間 也還是會針對 美國空軍的這個部分 會揪出一定的反制 老師前面剛剛這樣講 那台海上空 真的有可能發生空戰嗎 這麼狹窄的空域 當然會啊 空戰跟在哪裡沒影響 而且雙方都插了這麼多的 防空飛彈的時候 還是還有飛機 狗斗的可能性嗎 你飛到這個空域當中 你就被不知道多少的 防空飛彈給鎖定了 你會在哪邊狗斗 這個不是單方面飛行員可以決定 因為一個銅板 就是一個巴掌派不響 就是銅板一定是兩個面 那你會在哪邊狗斗 比如說你可能會在台北上空 雙方發生接觸 可能在台北的上空發生接觸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兩條那個凝結尾 就是雙方四架飛機對衝 你就看到凝結尾 但是在對衝之前可能就會roll 就會滾出台北上空 因為高度不斷的在變換 那可能真正雙方纏鬥的位置 可能就是在雲納國島上空了 這很快 所以他意思說台北 就是台海的空域這麼狹窄 而且防空飛彈密度這麼高 各自的飛機上去都立刻被對方鎖定 所以大家不會挑一個 就是大家不會找那個充滿釘子的釘床 上面去練瑜伽 所以一定會避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方飛行員跟解放軍飛行員 也一定會避開這個方向 他不會在這邊落到 那個比較低的空域去做纏鬥 而且雙方飛機纏鬥的時候 雙方的防空飛彈誰敢打 對你到底是要打你 打你還是要打我 所以不太會這樣 所以雙方如果接近到這個程度 因為地面的防空 可能有一定的程度 必須要去做識別跟管制 好啦有機會再請老師來幫我們講解 這個吧 這個空戰的話題真的非常有趣 今天非常謝謝邱老師 謝謝大家拜拜